Hello 大家好 我是有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本书 世界上最神奇的理财课 这本书里面有说到的就是 所有学校应该把这本书 作为给学生的必修教程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这本书传授了人类获得财富的最基本原理 也就是最基本我们应该知道 所关于理财的知识 很多人说我无法获得更多收入 我实在做不到 我没有钱 我没有时间 我没有背景 我怎样做得到呢? 但是我们读了这本书过后 我们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这本书呢它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不简单 怎样讲呢? 可能今天我们学会了这本书所教的方法 之后呢自然的我们会变得非常简单 而这本书呢所建议的东西其实不难 但是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的 越简单东西人们都会忽略 越不在乎 里面呢它有说过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 读完了这本书 就意味着把自己通往财富的路上 因为这句话 我决定呢就去阅读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本书 我学到像他讲的就是 可以通往财富的路上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去花更多时间去阅读 和去了解呢? 关于这个理财的东西呢? 有些人会讲 可能像这样多东西 我们无法学会全部 而且无法记得里面所教的全部东西 可是我们想了想 它里面可能会教了一些理财法则 或者一些方法 可是我们阅读这本书呢 至少比起我们之前 所不知道 或者是根本没有学到 关于理财的东西 好得多 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方法过后呢 我们自然就变得越来越会理财了 我也是一面在阅读这本书呢 一面在就是运用这本书里 你所教的东西 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每个人可以就是 购买这本书 也许你可以在一间书店 都可以找到的 而且它不会很贵 有些人会讲 可能不值得投资 或者是会很贵 其实它不会很贵 它其实只是28元而已 也就是大概28令吉 就可以购买了这本书 而且你可能用了28块买这本书 而你所赚到你所学到的 是远远超于这个28令吉 当然我们读了过后 我们可能可以借给朋友 借给我们想帮助的朋友 可能可以帮到他们 在获得他们的人生的地统金 当然我会把这本书呢 读完 而且当然我会分几集来 就是分享给大家 我会很仔细的 一刻一刻的把它的重点 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 当然如果有些人觉得 我找不到这本书 或者真的真的没有能力去买这本书的话 可能你可以从我这里去学到 这些理财的技巧 因为呢我们的学校也许很少有 教理财的课 所以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